三班護病比三月開始實施 兩個多月來 攤開數據一看 五百多份問卷 九成醫院都超標 其中醫學中心 台大北榮三種都上榜 區域醫院中 連衛福部管轄的 部立台北桃園 護病比也超標 更別說地區醫院都不合格 現行衛福部公告護病比 醫學中心白班一比六 小夜班一比九 大夜班一比十一 實際上都是超標 而區域醫院同樣狀況 三班護病比也都不符合規定 這情形普遍被認為是護理師離開職場 任力崩壞主因 只是目前台灣護病比才獎勵極致 第一線醫護人員呼籲 應該入法才有效 護理失荒是燃眉之急 衛福部降低護病比 減期護理人員負擔 但達成與否 恐怕都連帶影響 民眾就醫權利 三地新聞 王晨毅 羅佩宇 台北 採訪報導